海南雞飯 潮州釀豆腐 汕頭豬炸湯 福州魚丸麵 炒福建麵 廣東州 豬腸粉 這些這些聽名字啊 就知道都是中國傳過來的 就是我們先輩的家鄉菜 What's up YouTube 歡迎大家回到Cookie講 Yeah man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 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現在大家叫熟食中心 不過我還是習慣叫小販中心 所以我後面都會講小販中心 英文以前叫Hawker Center 現在改成Food Court 為什麼會聊這個話題 當然還是因為觀眾留言 你們的留言我都有看到真的 先開始先講一點 大家還沒訂閱的記得訂閱 最近訂閱的時候又慢慢的 大家還沒訂閱可以訂閱 為什麼會做這一集 除了觀眾留言以外 是我去年其實就想要做這一集了 因為去年我在潛水的時候 就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講說 新加坡打算 向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申請 肉骨茶是新加坡人發明的 聽到這個我blog就燒了嗎 哪裡有可能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查資料 查 大家發現 不是啦 新加坡是申請小販文化 新加坡在2019年3月 向聯合國文教組織申請 小販文化 列為世界非物質遺產 原來是這回事啊 真的網路有時候 網路消息有時候真的很可怕 但是回過頭來講 很恭喜新加坡 在就是今年2020年 12月16號 聯合國正式把小販文化列入 應該說把新加坡的小販文化 列入世界 非物質遺產裡面 恭喜新加坡 恭喜新加坡 這個時候 很多馬來西亞人就認為 新加坡都是超馬來西亞的啦 新加坡小販文化哪裡厲害啦 都是在Food Court裡面 根本不在路旁邊 沒有小販的感覺啦 還有一些專家 他們會講說 新加坡人 都來馬來西亞吃小販攤啦 就是小販經濟啊 新加坡拿什麼東西 去和聯合國文教組織來申請 這個世界非禪 我都覺得有時候 想一想也是很奇怪 首先 我們冷靜來講 新馬 應該說 新加坡和南馬 很多文化是相像的 是相近的 畢竟大部分都是福建人移民過去的嘛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在南馬和新加坡 都是同一種文化 如果 一定要說是誰超誰的 我只能講一件事情 我們都是超福建 米南文化 還有廣東文化 這樣講你們會爽咧 什麼新加坡超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超新加坡 你們這樣講爽咧 嚴格來講 我們都在超中國咧 所以不要再講是誰超誰的 當新加坡的小販文化 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就發了一個Facebook恭喜 他就講到 最大的感謝是要給好幾代的小販們 滿足全國的飲食及精神要求 如果沒有他們的汗水辛勞 還有對這份職業的奉獻 肯定沒有這份肯定 好幾代的小販們 就今天想要和大家介紹的重點 新加坡的小販文化 源自195幾年 因為1945年日本戰敗英國就回來了 透過十幾年 新加坡就慢慢的 越來越富有了 特別新加坡的地理位置 在海峽這個位置 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華人透過在碼頭的工作 還有一些貿易的 慢慢比較有錢了 在比較有錢之後 就慢慢把他們的老婆接過來了 就變成一個家庭在這裡 有些人也是在當地就認識 都有 但是還是一個男生多女生少 然後女生那個時候 大部分是沒有工作 一開始就是女生把一些 自己會做的菜 家鄉菜拿到路邊來賣 就講說 我們這裡有什麼 你可以吃 後來發現 新加坡人慢慢有錢了 不論是午餐還是晚餐 都會越來越多人出去吃 後來就慢慢變成 夫妻都主要在營業食物這一塊 就是竹草餐廳這一塊 他們會有做什麼料理 像是海南雞飯 潮州釀豆腐 汕頭豬炸湯 福州魚丸麵 炒福建麵 廣東粥 豬腸粉 這些聽名字 就知道都是中國傳過來的 就是我們的先輩的家鄉菜 不同祖籍的人 不同地方的人 就把他們自己家鄉拿什麼東西 在新加坡開始賣 這個就是新加坡小販文化的 開始形態 因為大家慢慢有錢了 然後有些人很會做菜 就開始在賣他們家鄉的美食 然後到1971年的時候 新加坡政府就發現 好像不行 這些在路邊賣東西 衛生環境很差 你們想一下 如果在外面擺檔口 我們想這個Burger Dung就好了 460塊的Burger Dung 他在路邊擺 洗東西一定會用到水 煮東西也要用到水 洗碗也要用到水 以前沒有plastic的我 那個盤子洗完 筷子還是要洗 然後慢慢發現 我們好像要注意一下衛生 可是有沒有法令可以管 所以他們就發了一個徵兆 就是叫做小販牌照 小販牌照主要就是管理衛生而已 不是要限制人數 只要你可以達到 新加坡政府的衛生標準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這個牌照 在這個牌照之前 我們先突然插播一下 我們最會離題 我們來講一下香港的大牌檔 大家應該聽過香港大牌檔 知道大牌還有小牌嗎 應該不知道吧 可能大部分人不知道 香港人應該知道 1921年的時候 英國人在管理香港的時候 就發現了 越來越多人在擺路邊攤 就跟新加坡的 一開始小販文化有點像 英國人就覺得 我們就決定了 OK 今天流動的 就是有輪子會推來推去的 我給它一個小牌照 它叫小牌照 固定的放在一個當口不動的 我就給它一個大牌照 久而久之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固定不動的通常都是主草 嘎唱比較重的 嘎唱要怎樣講 嘎唱就是嘎唱 嘎唱叫什麼 不懂 不懂 嘎唱就是 你們看到翻譯就懂了 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比較重 他們就沒有辦法搬來搬去 所以通常身材工具 重的都是賣吃的 然後會有輪子推來推去 通常都是賣飲料 賣冰 這種為主 所以後來就流傳一種說法 就想說 這個是後來流行的講法 可是實際上一開始是 移動跟非移動 來做標準的 但是大牌 牌子的牌 什麼時候變成一牌兩牌的牌 不知道 可能是有人寫錯 就是不想變成大牌檔 反正就是大牌 到變成大牌檔 這個香港小販的故事 還有很多有興趣 大家留言我再講一集 香港大牌檔的故事給大家聽 回到新加坡 新加坡後來就發現 管理之後 好像好一點 可是在路邊還是有點麻煩 慢慢的從90年代開始 新加坡透過 還有一些城市的居住計劃 規劃了 竹屋的附近 一定要有 巴薩就是 我們東南亞新馬獎的菜市場 我們的菜市場叫巴薩 小販中心就是 Hawker Center Food Court 然後現在叫熟食中心 OK 他們的規劃是怎樣 這個住宅區 就是這個主屋的住宅區 6平方公里裡面 6平方公里裡面 一定要有一家 Food Court 就是要有一家小販中心 所以換句話說 就3公里裡面 在住宅區3公里裡面 一定會有一間小販中心 這個就是新加坡的城市規劃 就住宅規劃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我覺得這也好 就是讓居住 你就要吃東西方便 要買東西也方便 我覺得還有很多細節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裡講 隨著小販中心在住宅區的確定 還有路邊不能販賣食物 就是小販這件事情 確定了現在 應該說確立了 現在新加坡小販文化的樣貌 跟70年代 60年代是不太一樣的 現在的新加坡小販中心 是非常乾淨的 通風的 衛生環境好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衛生問題 這個就是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一部分 特別對於就像上班族來講 或者居民來講 在這裡再提到一個很特別文化 以前在我節目有提到過 就是T恤文化 小販中心裡面的 有一個T恤文化 就你到小販中心之後 你要吃飯 你找到一個空位 放了T恤之後 你就去點菜 點菜之後回來坐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老闆就會送東西過來 你就付錢 然後T恤就收來Pocket 吃完飯擦一下 所以這個T恤文化 我開始知道的時候 也覺得很奇怪 這樣也可以霸味 可是這就是文化的一種 我覺得這也是蠻特別的 所以你到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看來有一包T恤在桌子上 千萬不要坐下去 坐下去就是吵架了 所以在新加坡 你可以發現這件事情 根據一個數據顯示 新加坡小販中心的老闆 不是打工的 老闆平均年齡是59歲 他們大部分都是從爸爸那邊 接手這個生意 然後可是都不想傳給小孩 也覺得這份工作很辛苦 早上又要準備食物 然後地下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晚上又要早早睡 不會去交朋友 如果你做晚上反正很辛苦 賺的又不多 孩子還是好好讀書 去打公司做工 然後所以就導致了現在 小販中心越來越少人願意去經營 因為賺的少 然後又辛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了 希望大家喜歡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 最近訂閱是真的比較少 如果有訂閱了可以打開小鈴鐺 因為每逢135下午5點45分就會上片 就是喜歡的打開小鈴鐺 就會得到通知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的話 可以幫忙分享 分享出去 現在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好 還有今天今天留言要寫我愛你 我都有看到最近蠻多人開始寫我愛你 不懂要寫留言什麼 我就寫我愛你 按讚也要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